隨著車程行進間 飽覽窗外風景變化 看到喜歡的景點 就停下來稍作休息 累了就隨意睡在小床鋪上 玩到哪 睡到哪 這是在國外風行一久的 露營車旅遊 隨著邊境解封 越來越多人往日本跑 除了自由行 還可以選擇開露營車 深入當地 尤其又以北海道 沖繩跟九州 是前三名熱門景點 平常日呢 就是要靠外國旅客的來 就是補充 那外國旅客的部分 也隨著日本十月十一號 開放國門之後 整個詢問度呢 也都會越來越高 以北海道為例 平日租賃露營車 一天兩萬五日幣 約台幣五千三百元 週末則大約是 台幣七千五百元 反觀同樣露營盛行的台灣 週末一晚就要一萬元 平日大約可以打個六到七折 也因此在台灣市場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至少我知道 有兩家的租賃公司在租賃露營車 租賃露營車 可是他們的數量還維持四到八台 那數量不夠多 而其實台灣有著壯闊海岸線 以及綿延起伏的山巒 或是翠綠稻田 這些修例景致 都適合開著露營車旅遊 但目前沒在台灣盛行 其中的因素包含法規限制 根據統計 台灣露營產業商機 每個月上看兩億元 但因為缺乏露營專責法規管理 不僅違法露營廠 截至去年底高達九成 也更不像露營用車需求 恐怕有許多代開發商機 近新聞謝維 陳志豐採訪報導